请问,你还记得,昨天的午餐,你吃过什么东西吗? 请问,你可以描述你昨天食物的味道吗? 大家好,我是Esther,欢迎来到OM SENSE 观觉 刚才所提问的这两道问题 我们昨天用的午餐,你能不能够回想起你吃过什么东西 那这份食物带给你怎么样的口感,怎么样的味道 如果你一想就想得起的话,那实际上你还可以描述出来 你食物的味道,口感是如何的话,那就恭喜你 你是用着你的显意识 那如果你一直想不起来,或者没有印象的话 那你这份午餐,是充充满满的,用完了过后 那就为了填饱肚子,那这个就是用我们的显意识 我们的意识有三种,第一个就是显意识 显在,显化的显意识 那第二个就是浅意识,浅在的一个意识 第三个,也就是大家去感兴趣的一个,就是超意识 那这个显意识,它就是我们带着无感,带着这个感觉 在觉察觉知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处在当下的 所以你在用餐的时候,你在用你的午餐的时候 你在用你的午餐的时候,你是带着这个橘子 你知道你在吃什么,你知道这份食物来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哇,食物的色泽很美啊 那你就闻到了味道,你就吃下去的时候 你在吸饺的时候,你在品尝的时候 你就吃出食物的味道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显意识 它是专注在当下 如果我们的显意识不够强的话 我们就会被我们的显意识影响 那我们的显意识是什么呢? 它有两方面来组成 第一个就是我们基因中的记忆体 也就是我们理事的以生俱来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后天的学习过程 我们在我们母亲 在我们的她的子宫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意识就已经存在了 随着我们的成长 我们的原生家庭 我们的社会的价值 在这个我们所经历的 所体验的这些种种的学习 都存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就是一个记忆的一个资料库 那这个潜意识呢 就主导着我们生活当中 90%的热场活动 打从我们一醒来 睁开眼睛 我们刷牙 我们换衣服 我们吃早餐 我们驾车去上班 我们的这些历长的活动 每一天重复都在做 这些习惯都是由我们的潜在的意识 所主导 像今天开车去上班 我都是用着同样的一条路 那因为每天都在做 非常的熟悉的一个动作 熟悉到我可以自动导航 我只知道去公司15分钟 就这样子 在用着同样的一条路 就可以到到了公司 所以我就用了自动导航 这个自动导航就是我们的潜意识 在主导着我们的生活 所以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的潜意识 我们的潜意识 就是一个拉持站 如果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是带着觉察 带着意识的话 那是你是活在当下 处在当下 你是有一份的一个专注力 在这个事情上 这个动 这个行动 这个决定 你是知道你在做什么 因为你是带着非常清晰的 一个觉察 觉知 那如果你是因为基于 已经习惯了 每天都重复在做了 每天都重复在做了 就很容易的掉入了我们的潜意识的模式 那这个过程 当我们刚才举的那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吃午餐 那你在吃午餐的过程当中 你是带着这个觉察 觉知的话 是我们的潜意识 那他在这个部分 你在吃的时候同时 你还带着感恩的心 带着喜悦的心 因为整个餐厅的一个环境 那你带着很愉悦 很平静的话 那你是跟周围的事情 事物有了这样的一个连结 那这一个连结 就慢慢的凸显了超意识 超意识是什么 超意识就是超出的一个感知的能力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心电感应 直觉 当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意识 不断不断的在扩散的时候 我们跟万事万物都连结在一起 这个连结成一体 这就是一个神性 而这个就是一个道法自然 所以 这三个意识 我们要理解的话 我们可以 再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 我们用 这个长层阔层高 来形成的这个立方体 来比喻 因为我们如果要我们的格局 我们的人生格局大的话 那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 来看 这里用这样的一个比喻 来提醒我们 在乐场生活当中 这一份的觉察 好 这个长 我们比喻成 我们的 潜意识 而宽就是我们的显意识 耳高 耳高就是我们的信念系统 也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所相信的事物 这个信念 那当我们 当我们 要在这个 把我们的格局变大的时候 我们要在我们的乐场生活当中 我们要去超面 我们要怎么样去超面 我们从 这个禅 我们比喻成是我们的潜意识 那这个潜意识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 就是我们要把它变成 我们在我们的乐场生活 的活动当中 我们去觉察 觉察 这个 每一个 动作 当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动作 都带着一个意识的情况下的话 那慢慢的 我们能够从我们的潜意识 的这些惯性 慢慢的去做改变 所以 我们自己的禅 就变拉长了 那接下来 我们的宽 我们比喻成我们的显意识 这个显意识 也就是我们 带着这个觉察 觉知 所以 在当中 我们就多了 很多的选择 再来 我们也把我们的高度 给拉高它 就是我们的信念系统 我们从我们的觉知当中 我们慢慢的去领悟 宇宙的真理 当我们把这个 慢慢的 扩大了过后 变高 变长 然后 变 扩 整个格局 整个的立方体 就跟着 变大了 所以 我们从这个当中 我们就慢慢的 去了解 从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比喻 来提醒我们 每天 每天我们都是在跟我们的显意识 和潜在的一个意识 都在做拉扯 但是我们带着这个觉察的时候 我们很快就从我们惯性的活动当中 带着 观察 观察 感觉知 专注 所以 你再看回来 我们现在 我们的一个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很多 电子的产品 这些电子的产品 都慢慢的 把我们的这些五感 给关闭了 就变成了一个 用潜意识 在主导 我们生活 举个例子 那今天我要上网 去订购食物 我一上网的时候 原本是应该 去通过我下载的这个程序 去下订单 但是 这个时候 此时此刻 这个信息 有这个手机 这个八卦新闻 然后面子书的一些资讯 进来的时候 我又分心了 跑到了 另外的一个部分 跑到了 滑去了 去看八卦新闻 所以很容易的 又把 掉入到 我们的 潜意识当中 还有一个例子 也是跟我们的 日常生活有关系的 就是 比如说 我们很喜欢吃 披萨 那第一次在吃披萨的时候 那你就很带着这个觉察 觉知 啊 这个皮 这个薄皮 然后这个 topping 这个 cheese 吃下去的时候 你在煮饺的时候 你是带着这个 觉察和觉知 在吃着这个 披萨 每一口咬着的时候 你都品尝着 它的味道 那慢慢的 就变成了你的 显意识 因为你是带着觉察 在吃这个披萨 但是 随着你的喜欢 然后吃的次数 越来越多 从两次三次到十次 慢慢的 你在吃这个披萨的时候 你在吃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习惯 这个习惯就是我们所说的 切意识 因为你不像你第一次在吃的时候 你会分到很细 哇 这个起司怎么样啊 然后这个皮又怎么样啊 你已经 去用回你的 惯性的思维模式 看到披萨 就吃下去 就是因为 这个在我们的清理石 就是我们喜欢吃的 就把它 玩具帮你吃了 你不会再去分得这么仔细了 所以 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 都是 潜意识和潜意识 两个 在拉持 所以 我们 一旦了解了 这样的一个 架框过后 明白了 潜意识跟潜意识 之间的一个 不过是一个 一线之差 那我们能够从当中 去改写 我们的 潜意识 那我们要怎么去改写呢 第一 我们能够通过 静心 灵想 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 我们闭上眼睛 我们去觉察 我们的呼吸 觉察 当下 我们带着这份的觉知 这份的专注 我们玩我们内心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慢慢的 直接的把我们内在的一些 旧有的一些喜性 去慢慢的把它清除掉 所以这个静心 灵想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能够帮我们来 改写我们的潜意识 那第二个 也就是我们用正面正向的字句 那这个正面正向的字句呢 也就是我们向宇宙发出去 我们也知道一个宇宙的一个定律 当你种下什么东西 你拨下什么种子 它就会写化什么东西 当我们把正面正向的一些词句 种在我们的脑 种在我们的大脑 那提醒我们 我们就向宇宙发出去这个讯息 来提醒我们 那我们就跟这个相应 同时我们也把这个正面正向的词句 词句 我们也可以把它具体化 甚至乎把它视觉化 比如说 我要健康 那你要健康的话 那你就把你要怎样的一个健康 你就把它具体化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都是很正向的 而不是反过来写 我不要生病 我们不能够向宇宙发出 不要不是不什么样 我们是很正向的 我要健康 那我要足够的休眠 睡眠时间 都是用很正向的 来提醒 种下去这个种子 当我们把这些词句 种了下去我们的脑袋过后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去行动 很多人上了很多的记彻课程 学了很多东西 我可以的 我做得到的 我要成功 那当你把这些讲了出来 不要行于一个口号 要把它变成一个行动 这个行动 这个动作 你要持续的重复的 每天的去做 当一个重复 一个动作重复 做了21天 过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习惯 这个 就能够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 我们去改写掉我们旧有的模式 行动力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通过 可以通过静心 然后用正向的词句 以及把这些正向的词句 化为行动 去把它重复重复的做出来 变成我们的生活习惯 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改写我们的潜意识 所以每一天当中 你都带着这一份的决裁 那我们听完了 我们了解了潜意识和险意识 那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生活 做出怎么样的一个改变 我们原有就有的一个思想模式 就是中在我们潜意识的 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呢 比如说亲子关系 很多时候有时孩子做错事情犯错了 我们 从口而出的就是骂 我们想借着骂 能够把孩子骂性 也借着骂 能够把我们抒发我们的情绪 这个可能是我们原生家庭 带下来的 通过骂 来教育孩子 那是不是时候 我们要改变 我们的一个模式 我们用爱的教育 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呢 当我们给予爱的时候 孩子是被鼓励的 他能够 让他更加的发挥他的自己 还有 除了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亲子关系 我们的两性关系 我们的婚姻 你还记不记得 第一次抛脱的时候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尤其是第一次的约会 因为你是非常的细心的打扮 然后选择了一间非常有情调的餐厅 因为那一个是第一次的约会 全部都是在细心的安排之下 所以你是营造这一份惊喜 给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伴侣 那当你从这个 拍拖 进入到婚姻 进入到柴米留言 那今天 你再看回来 这个两性关系 你的相处知道 又是如何呢 是不是 我们应该 在我们的婚姻当中 我们再给他灌溉 灌溉感恩 一个正向 正美 正向的一个赞美呢 能够把你们的感情更加的升华 因为很多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 是对方的付出 我们同样的 我们也要用心去回馈 我们也要去感恩对方 不要把理所当然作为一个借口 那最后最后回答来的就是自己 那看回你自己 是不是时候去展现一下 你自己的财富 从原有的旧框框跳出来 去展现你自己的财富 天赋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本来有的这个天赋 你是不是要把它展现出来 那很欢迎大家 把你过去的经验 或者你在人生低潮的时候 用过的一些很正向的一些词句 或者你今天你听了过后 你下定决心 你要去打破一些具有的一个思想 思维的一个模式 在你的潜意识当中 那请你可以在我们留言 跟我们一起要分享 甚至你也可以每一天都记录下来 你要做些什么 然后每一天做了什么 这个是给自己的一个鞭策 所以欢迎大家 我们在这个道路上 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胸 我们去学习 那我们也从我们的这个具有的一个模式 我们跳出来 影响更多的观与爱 谢谢大家 跟大家